我第一次接触新加坡美术馆 其实是通过我先生林杰铅的一系列的摄影作品 当时他在2005年双年展的时候专门制作的 他进入到这个空间去碰上Pheromone这样的一个创作记录 所以我从那一个系列的摄影里面了解的不同的空间 那我真正的靠近这个建筑空间的是 他当时要进去的这个侧门 有一个巨大的铁门 门把是一个狮子头 当时就通过这个门缝去看到里面非常幽暗的有一个楼梯 所以这个也是后来变成了我写的那个短篇小说 《热带恋曲》的其中一章涉及到两个人在那里躲雨 当时我通过这个门缝想象历史的时空 在百年以后转型为艺术文化空间 它其实重叠了历史的意味 以及各方代化的一种标志 用艺术或者文化去消解了过去这种沉重的政治历史包袱 我最近在新加坡的电视节目上看到有一期是关于新加坡的历史 他也邀请了一些艺术家 老一代的艺术家 他会找了很多新闻资料 形容新加坡河过去的形态 我觉得像亚洲很多城市包括中国包括马来西亚 其实过去都是农田春庄 在现代化的进程以后都迅速的城市化商业化 那么这个河边的景观的转变 我觉得跟当代新加坡国家对自我的定位是一个亚洲商业贸易港口的中心 以及打造一个旅游景观城市这样的一个角色 它可能现在跟很多这种亚洲大城市这样更为建筑包围 更功能化 它的景观化都被削弱了 河已经变成了一个城市的一个装饰 浮沙这个船上的这个灵感确实是我在新加坡河上看到游客渡轮的花纹 这时候让我去翻查过往的历史资料 才看到这个传统的更为复杂的文样 很多像福建包括台湾 米南地区的这些船只 捕鱼的船只上面显现的 那么来到新加坡以后变成一个仅存的历史符号 它已经被简化了 比较抽象化的一个鱼的眼镜 那么我觉得历史的信息 其实很难去沿拓到更远的代际 我们对传统的很多东西 其实每一个代际都在流失 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传统已经并不变得特别重要 可能真的是一种非常符号化的印记 那么传统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当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而且是华人社会主导的这么一个国家的时候 我想传统是其中一种我跟它连接的一种关系 因为如果拨除到这种关系的话 我跟这个社区 我跟这个国家的关系 又能哪里去找到呢 那么在复查这个项目里面 我觉得传统是一种连接我跟本地观众的一个关系 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 带来一个中国的船 可能勾引起他们的过去是怎么来到 可能会重新带给大家记忆 我们要去到哪个地方 所以它的摇摆就是其实要带着我们要去什么 何去何往 陆江是在云南境内为主 然后它的上游甚至去了西藏源泉 所以我觉得陆江当时这个创作 其实跟我生活在中国的重大的一个社会政治历史的一个转变是有关系的 包括也是我很多题材里面的一个关注 当时陆江是在一个激烈的讨论中要不要骑水库 因为三峡水库是在八十年代就要做的 那么后来三峡水库建成以后 陆江也在被计划要做成一个大型的水库 但是由于三峡引起了很多争议 国际的争议 包括水位上升引起了沿江一带的小树民族或居民的迁移 那同时陆江当时国际也在反对 因为它沿江一带有非常多的非常丰富的小树民族 包括独龙族就是比较原始的小树民族 那么这个对生态跟小树民族到生物多样性都会引起很大的变化 就是其实这个项目是通过一个年轻人的这么一个旅行 遭遇到沦江所反映出来的现实 比如开车司机会说水库会带来什么经济利益 这里弄完以后旅游也会拉动起来 这个其实是通过这个旅程去反映到中国在这个急速变迁 会求经济发展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一个状况 河流它是个母题 就是它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我觉得它很有非常重要的心理的位置 但是新加坡没有办法 它成就这么小 发展它只能在这个限度的空间里面 通过有限的填海 通过旧城本地的改造来塑造它的城市变化 其实你看我过往的很多作品 包括像《牛奶》 包括像《黑鲜丝丝丝》《买》 很多作品其实都是在一些社会里面的小人物身上 因为我觉得它们是这个城市的真正的表现 那同时新加坡因为多民主 所以你可能看到不同的形象 印度籍或者巴基斯坦籍在这边生存的劳工 他们的生存是某一种表情 我会观察不同的人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角色 角度 他们来城市的目的 我希望从这些人物当中 能切释到这个城市的这种复杂性 当我第一次来新加坡的时候 Marina Bay的那个地方还在填海 到2009年我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 我带我儿子来的时候是坐那个鸭子船 游轮 围着这个Marina Bay绕了一圈 那时候已经地基就搭上来了 也去过这个Marina Bay里面坐过那个室内的这个船 就是一个商业街 然后坐了一个假河 然后花钱 有个船夫 就很像那种澳门 澳门就是这种赌场经济模式 就是旅游购物饮食酒店合为一体 那么坐船就是一个非常symbolic的一个行为 其实那条河跟你今天这个3.2公里的真正的新加坡河 它有区别吗 它已经都是非常微观微型化的一种旅游 那当我生活在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生活在一个微观的模型里 这种东西已经不是我们要满心期待去到一个游乐世界 而是你就是活在这个游乐世界本身 比如我去大巴窑和去Universal Studio 它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一个是很名声的 买小电器小商品 吃一些很地道的东西 然后你马上切换 你又去了Universal Studio 然后切换 然后去了这个Museum 人文的或者很美术馆的空间 它很小 但是它非常复杂 它很多元 它所有东西都浓缩到这么一个500万人的这个 城市里面 我觉得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布景里面 我们就像这一样的东西 这种东西 我们的东西 那里是什么东西 在这种东西 那里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东西